大家好,我是荣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开罗金 这那其实是有传承的东西 只是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没有学到或者是没有注意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罗金的话,它包罗万象 那么开罗金的目的呢 就是稳定罗金的一个磁场 然后呢,加强它的能量 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准确率就会更高 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开罗金的话,它分为阳宅和阴宅 口诀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看阳宅住宅商铺之类了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它的口诀是 先选地选,九心选 阴阳和和,显自尊 五行僧客,各在位 趋吉避凶,降周全 阴宅开罗金的口诀是 天有三奇,地有六一 精灵奇怪,固气浮尸 黄沙赤土,瓦力焚击 方广百步,随真见之 这个口诀的话 我们可以念一次或者念三次 你可以念出来 也可以在心中默念 都是可以的 好了,这个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帮忙关注点赞 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私信评论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